一则公告 另身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 再度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近日 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称 公司执行董事 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虽然今年年初 普华永道与恒大的合作就已走到了尽头 但此前普华永道作为后者的审计机构 为其提供服务长达14年之久 在恒大被香港监管机构调查之前 却一直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一点广为投资者诟病 那么恒大事件中 普华永道究竟是否应该担责 南都安财车记者采访中 法律和审计界资讯人士大多认为 是否勤勉尽责是中介机构责任认定的核心 但大型房地产集团业务类型多样 情况颇为复杂 审计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普华永道是否担责最终要看相关机构的调查结果 10月23日 湾材社记者就此事采访普华永道相关人士 截至发稿前上未收到回复 继任者揭开了财务黑匣子 2021年10月 香港财务汇报局下称财汇局公告 就中国恒大2020年年度账目 2021年中期账目的财务报表展开查讯 对罗宾贤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及普华永道为中国恒大出具的2020年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展开调查 普华永道与恒大合作已久 2009年中国恒大赴港上市时 普华永道便是其合作会计所 此后多年 中国恒大的审计报告均由普华永道出具 关于调查原因 香港财务局称 透过监察市场活动 在中国恒大2020年年度账目 2021年中期账目 及罗宾贤永道2020年年度审计的核数式报告及审计报告中 发现该集团在有关持续经营汇报的充分性方面存在问题 本局一间或一宗于2020年年度账目 及2020年年度审计相关事项的公众投诉 实际上早在2020年中国恒大的资金链就已十分紧张 根据香港财汇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国恒大所报告的现金及现金等家务为1590亿元人民币 下同但未涵盖其流动负债15,070亿元 于2022年到期的借款达1670亿元 在2020年年度账目中 中国恒大也未就实施缓解计划的影响之前 或之后是否会出现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 做出明确声明 与此同时 关于恒大的危机也早有公开报道 2020年8月 为控制房企有息债务的增长 监管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设置了三道红线 踢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 净负债率大于100% 现金短债比小于一倍 彼时 有多家媒体报道 恒大三条红线全部财中 2022年8月 香港财汇局再次宣布 已展开就恒大物业2020年年度账目 和截至2021年6月30日至6个月的财务报表的查讯 以及罗宾贤永道对恒大物业2020年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的调查 同时 宣布扩大了针对上述中国恒大2020年年度账目 2021年中期账目的财务报表 对罗宾贤永道为中国恒大出具的2020年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的调查范围 约五个月后 中国恒大的一则公告宣告了普华永道的离开 2023年1月 改思公告称 罗宾贤永道硬本公司的建议 辞任本公司核数师 自2023年1月16日起生效 同时委任上会摆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下称上会摆成为本公司新核数师 以填补罗宾贤辞任后置临时空缺 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 上会摆成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香港的成员所 他的到来揭开了恒大财务危机的黑匣子 2023年8月 中国恒大修订后的2021年年报 2022年年报得以公布 上会摆成出具了无法发表意见的报告 尽管上会摆成表示 由于中国恒大人员流失 导致他们在获取七出结余相关的完整及事实数据和记录方面遇到困难 但其公布的财务数据已足以令外界责舍 财报显示 中国恒大2021年的净亏损高达6862亿元 净负债及净流动负债分别约4731亿元及6273亿元 加上中国恒大因各种原因涉及多起诉讼和仲裁案件 综合多种情况之下 上会摆成表示 中国恒大在持续经营的能力上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 可能无法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变现其资产和清长期负债 为何出具无保留意见报告 在普华永道站上风口浪尖之际 很多投资者也好奇 审计机构具体是审核什么 如何审核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会计审计行业研究团队负责人夏立军教授 对南独湾财社记者表示 无论是A股还是其他市场 对上市公司年报通常都有强制审计的要求 但年报审计不是指对年度报告里所有内容的审计 而是对年报里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对非财务信息并不进行审计 那么具体是审计财务报告的什么内容 夏立军解释主要是看报表和付诸 是否按照会计准则要求 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 值得注意的是 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时 需要遵循审计准则 也就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 对被审计对象的财务报告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进行审计见证 在此基础上出具审计报告 那么哪些情况下 审计机构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 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也就是通常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呢 夏立军介绍 由于上市公司拿到非标准审计意见 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大部分情况下 上市公司都会按照审计师的意见 对公开披露前的财报中错报 进行会计调整 最终获得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 上市公司如果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审计师也需要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在很多市场 上市公司拿到的非标准意见报告 均和持续经营有关 这一般意味着审计机构有充分证据表明 企业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风险 比如说 审计机构在审计ST公司时 如果发现企业的主营业务不能正常开展 出现了严重亏损 资不抵债 或者资产被冻结 等等 那么这些证据和信号 就提醒审计机构企业的持续经营 可能出现了重大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普华永道认为 恒大在持续经营上存在重大风险 那么应该在审计报告中 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报告 及时对公众警示风险 这也通常是投资者 对审计机构寄予的希望所在 但普华永道 在为中国恒大出具的 2020年度审计报告中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并未提及 该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 这令投资者一斗丛生 普华永道 是否故意对风险视而不见 没这么简单 夏立军解释 审计师开展工作时 所有职业行为 都需要遵守审计准则 以此来判断 企业持续经营 是否有重大风险 审计准则里 包含了评估持续经营 重大风险的基本原则和指南 审计师的责任是 就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在编制财务报告时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并得出结论 在此基础上 就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得出结论 出具相应类型的审计意见 夏立军表示 审计机构需要关注 被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对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保持警觉 如果财务报告 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但审计师根据审计准则的要求 判断公司管理层 在财务报告中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是不适当的 审计师应当出具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他补充道 如果判断公司管理层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 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且财务报告对重大不确定性 已作充分披露 审计师应当发表 无保留意见 并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已警示财务报告使用者 如果判断 公司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是适当的 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且财务报告对重大不确定性 会作出充分披露 审计师应当按照审计准则 要求恰当发表保留意见 或否定意见 单则与否 主要看是否勤勉尽责 那么在恒大事件中 普华永道究竟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需要 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安然事件 是投资者屡次拿出来对比的一个案例 2001年 当时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 安然宣告破产 成为美国当时所谓的 史上最大破产案 破产前 安然公司承认做了假账 虚保数字 令人瞠目结舌 与此同时 从事全球五大会 即是事务所之一的 安达西音帮助安然公司造假 被判处妨碍司法最后 终止倒闭 全球五大会即是事务所 也由此变成次大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浙江大学经济法教授博导李友星 对南都安财社记者表示 从法律层面来说 会计时事务所 是否需要单则分两种情况 一是审计结果 是否符合企业真实情况 比如说 营收 成本 利润 负债等数据 是否真实 二是 审计是否勤勉尽责 是否按照审计相关的规范 程序和职业操守履行职责 从而导致应该发现的公司财务造假 和虚假陈述 未被发现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又分为两个类型 一是审计机构 故意为之 与企业联手作案 那么按照上市地相关的规定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是公司财务造假 作案手段隐蔽 虽然审计机构已经勤勉尽责 但未能发现 也可以不承担责任 李有星补充道 中国恒大账目本身的真实程度 和普华永道审计核查的履职程度 是界定普华永道法律责任的关键 在接受南都安财社记者采访时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志斌也认为 对资本市场中介机构 职责认定的核心 就是是否勤勉尽责 如果勤勉尽责了 但未能发现造假 出去的是无保留意见报告 那么可以不担责 但如果为勤勉尽责 就需要担责 后者也分故意还是过失 这两种情况承担的法律责任 也不相同 那么如何界定勤勉尽责 王志斌解释 要看财务造假里的具体情节 假如说 企业的合同是虚假的 但审计机构没有认真核实 没有调查是否有真实的发货单之类的细节 如果是这种明显的瑕疵 当然就是为勤勉尽责 但如果企业是深层次的舞弊 那么审计机构可能就很难发现 关于可能存在的财务舞弊 湾材社记者注意到 不少人认为 房地产公司如果造假 不难被审计机构发现 因为在建楼盘多少 贷款多少 交付了多少 完工了多少 这些数据都是可查的 夏立军认为 这种说法过于笼统 房地产企业涉及到的项目很多 如果造假要看在哪些会计科目上造假 不同会计科目地造假难度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大型房地产公司流程多 环节多 实际情况很复杂 比如说商品楼销售涉及到营收 这个看起来容易审计和核算 因为最终购房者交了多少钱 每一套房子多少价格 一栋楼多少套房子等都很清晰 但是收入确认的时点和稳健程度 比如是在竣工时 交房时 还是签订销售合同 预先收到购房款时确认收入 存在调节空间 企业也可能通过构造交易安排 调整这些关键时间节点来调节收入 在成本的结算上 则涉及到材料 人工 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等 建筑工程施工成本 完工成本核算也很复杂 并且还有大量预计售后费用等等 在存货的跌价损失计题上 则涉及到对在建 在售商品房的跌价风险的估计和判断 这在房地产价格存在下行风险时 也很复杂 此外 房地产企业还可能涉及 大量复杂的投融资和交易安排 因此 有些环节造假或调节 就很难发现或判断 房地产企业的审计 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夏立军说 究竟是否担责 一直以来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普华永道的专业能力 受到广泛的认可 从正常逻辑出发 对于一家审计机构而言 无论是因为职业操守 还是法律风险 审计人员自然希望如实揭示 企业重要错报 或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但有时可能 不得不在勤勉尽责上打个折扣 以再降低审计风险 与满足企业需求之间 寻找平衡 这也是众多投资者担心的一个焦点 那么 为勤勉尽责的后果如何 夏立军解释 为勤勉尽责 可以分成故意造假 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其中 故意造假 是指与企业串通 或者明知企业财务舞弊 不予以揭示 这种情形最严重 审计机构和审计师个人 一般要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比如说 罚款和赔钱 严重时 甚至审计师个人 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实践中 刑事责任相对少见 重大过失 是指审计机构 未能遵循审计准则发现 并揭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中的 重大错报 且情节严重 一般过失 是指审计机构 未能按照审计准则要求 开展审计工作 并发表恰当审计意见 但情节较轻 在A股 2020年新证券法 加大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上市公司高管和中介机构的罚款额度 大幅提高 以曾经震动A股资本市场的 康美药业案为例 2021年 康美药业员董事长马兴田 因操纵证券市场罪 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以及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康美药业原副董事长 常务副总经理 曲东锦及其他责任人员11人 因参与相关证券犯罪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因在康美药业审计业务中 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时事务所 被证监会责令改正 并遭罚每5700万元 又被卷入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 一审判决 康美药业作为上市公司 承担24.59亿元的赔偿责任 正中珠江承担100%的连带赔偿责任 回归到恒大事件本身 从更清晰的脉络来看 王志斌认为 恒大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是 审计机构承担责任的前提 在此前提下 普华永道是否担责 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 审计机构未尽审慎核查的义务 导致理应能发现问题被忽略 此种情况下 一般会判定为过失 并可能涉及民事赔偿 二是 如果普华永道配合企业造假 那么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甚至可能涉及刑事处罢 三是 审计机构已进了符合行业标准的审慎核查义务 但仍未能发现管理层的舞弊行为 此时 即便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审计机构 也未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当然普华永道在恒大事件中 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以及承担何种责任 最终结果 有待监管机构 按照有关法律和审计准则标准调查定论 我承担责任 是否则标准达的 是否则标准 是否则标准